对于初学者来讲 想要扫准这种带有延音线的节奏型 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这期课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利用身体的律动带动节奏 第一步我们均匀的数八个数 第一个下扫占用两个数字 第二 后面就是一个数字一个动作 三下扫 四上扫 四和五的时候有一个延音线 它的意思就是四我们要给它正常扫响 五的时候不要拿手去碰琴弦 把四的声音延到五的数字 如果延音线的时间你控制不好 在数五的时候 手依然有一个下扫的动作 但是不要扫到琴弦 我们把这个叫做须扫 一二三四五 五不扫到琴弦 六上扫 一二三四五六 数字七下扫 数字八上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还有的人在教这个节奏型的时候 会给五上面喊一个空字 也就是下下上 空上下上 这个教法其实不太严谨 如果把这第五个数字喊成空的话 那么这个位置是不能用延音线的 因为空表明让琴弦不发出声音 效果是这样的 下下上 空上下上下 只要掌握了这个虚扫的技巧 无论节奏型里面 加了多少的延音线 你都可以给它轻松扫准 OK视频内容分享到这里 我认为此刻应有掌声 老铁们帮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关注下期课为你们分享 常用的扫弦节奏型合集 视频每天持续更新 咱们明天见